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柄玉如意乃是缅甸供奉 是整块玉石雕琢而成 罕见不易多得 如今便赐予你们二人 愿你们事事如意 儿臣多谢母妃 母妃的心意儿臣们甚是感激 自当谨遵母妃的教诲 与王爷尽力为颜国效力 来 都是自家人 不必举礼 启禀陛下 幽州派人来报 当地发生食役 如今食役四慢已经数月未消了 那幽州知府为何拖了数月才上报 这知府说是三王爷让他驱赶百姓严禁聚集 食役自然会消除 只是现在城中 食役已经波及其他地方 西部十四个州已经有一半被食役所困 瘟疫到处蔓延百姓死伤无数 这知府惊慌才不得不报 放肆 三王爷 是你让幽州知府隐瞒疫情拒不上报吗 亲密父皇 儿臣也是刚刚得知此事 朕如此信任你 让你分管西部十四周 发生这么大的疫情 你竟然敢隐瞒疫情拒不上报 眼看着疫情蔓延四周 这样无视黎民百姓的安危 该当何罪 儿臣知罪 还望父皇 给儿臣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凭了这十亿 凭了这十亿 那你说 你有什么办法 儿臣 启禀父皇 臣席倒有一法子 可以平定十亿 好 五王妃有何良策 尽管说来 回皇上 冬日的瘟疫本不应该如此扩散 但是这次疫情的时间如此之长 定然来势汹汹 因为没有及时地控制 所以瘟疫蔓延了 现在只要及时处理还来得及 依陈席之见 应当先封锁疫区 临近疫区的百姓 都有被感染的危险 再者 就是在各地建立隔离之所 让所有感染十亿的百姓都隔离起来 让各地的医者 分发药物 有则治疗 无则免疫 方能平定十亿 好 那就按照五王妃所说的去办吧 替朕你升职 先让户部 先行拨银二十万两 给赈灾司 再让司理先去幽州 以及被十亿拨及了几个州 做赈灾事宜 是 父皇 陈席愿捐白银千两 作为十亿的赈灾 虽然是微薄之力 但也是陈席的一片心意 好啊 五王妃能有这份心意 实属难得呀 儿臣愿出白银万两 替父皇分忧 你留着你的银子 自己用吧 你现在就回你的福利 给我面壁思过 没有朕的安准 不得跨出府中半步 父皇 陛下 消消气 消消气 丽儿 今日你提的建议甚好 只是 以后还是不要 在父皇面前随意开口 若惹得父皇不悦 最后会守责法 若是和以前一样一昧地忍让 只会招致更多的气力 而且 你现在也是上司品的将军了 定然要有个将军的样子 不要再惧怕这个惧怕那个 而且 你要记住 从此以后 便没有你我 只有我们 我只是怕你受苦 若你受责罚 我便陪你一起 我只是怕你受苦 放心 我们定然不会受责罚的 嗯 父皇 实意的事 并非孩儿刻意欺瞒 而是那些地方官为及时汇报 倘若父皇让孩儿亲自去赈灾 必定严惩那些知情不报 是百姓安危于不顾的婚宫 父皇 再给孩儿一次机会吧 快跟我回府吧 我不回 要回你自己回 陈 你这是怎么了 不该问的别问 我 好了 你自己先回吧 以后我的事 你别管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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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我你啊 两位官员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放了我跟我的孩子 求求你们 求求我跟我的孩子 求求你们 站住 C 造官先生 这是新上任的赈灾私塑事物 你们为何要助他们于死地 禀告府十五 指负侠令 为放置疫情扩散 散自离开游城镇子 各啥无论 大人 留在城里也是一死 我们不如冒死出城 至少 我跟孩子 还有个活下去的机会 他们并未感染瘟疫之症 不如冒死 放他们走 走 谢谢大人 听这母亲所说 幽州城的情况还严峻 图民传独 心是不可 再回来 该回来 不可以 再回来 再回来 大人 再回来 二十七 三八 二十六 三十七 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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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加強巡邏禁止群眾聚集 把告示貼出去 是 來 把這些藥分發給民眾 是 將有隔離症狀的人隔離起來 嚴禁化分隔離區 是 全體聽令 是 是 隨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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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眼如墨江 船衣堆擠 一眼塵漆如畫你身影 轻子微信 一致零零 落款匿名 我们的初期 约下一曲走心 的嘴硬 声声涌 轩儿 你怎么来了 我都不知道 看你这么认真 我也不忍心打扰你 不过我担心你身体 来 喝点粥吧 飞飞好 我先不喝了 我就是 想不到一味万全的方子 可以治疗这十一 长中开花温柔 似缠绵 万千柔长对错难分辨 相思如隔月夜 长相在耳边 西翼如风 缠绕心是乱 望远欲转之盘 言自难归坏 层层跌跌 对错难分辨 如果面な亏 наг寻干扰 没有 飞在